这个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们就来报告 进攻老法师对于见他设美 起今是值得开示 老法师说 邪淫的果报 老法师开示第一点 老法师说 佛说 人以世间淫逸 你换他人妇女 从事得五恶 就是你换血淫的话 那么得五种悟报 那么第一种老法师说 首先是家事不合 肃亡钱财 家庭不合 钱财会善尽 你的残财会流失 家庭会不合 这个果报很可怕 老法师说 家和万事兴 家不合 这家一定衰败 一定灭亡 那仔细看现在这个社会 离婚的家庭非常的多 那原因呢 大部分都是闹婚变 感情有外溢 所以离婚率 离婚率特别高 离婚呢 家庭就破坏 那如果家里有儿子 有儿女的话 这对儿女是不负责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老法师说 换血淫的人就未宪官 会被常以垂涨从事 老法师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换血淫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跟制裁 要坐牢监禁 还要惩罚 第三点 换血淫的话 良心不安 这个良心不安 因为现在 老法师说 现在的人呢 脸皮越来越厚 他说以前的人还有点良心 做坏事呢 会心不安 现在呢 没有了 良心不会不安 因为他不懂什么叫安跟不安 为什么这样 因为贪嗔痴到了极处了嘛 当然这个果报就会很重 第四 那么 邪影的来世果报呢 佛说呢 入泰山地义中 受跑狗的行划 千万亿岁呢 才能够处理第一 第五 处理第一以后呢 还要堕落到畜生道 畜生道里面呢 啊 畜生道里面 他淫历不必母子 也无节度 堕落到畜生道这一类的呢 佛说果报之凄惨呢 果报之苦 说之不尽 因为他们就没有伦理啦 那老法师说 这五种果报 你凡夫若眼看不到一年果报真相 其实这些报应呢 都有 眼前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感应篇里面呢 那么 注解的文字特别多 也挤出很多的公案来警惕我们 凡夫看到这些实际上的果报案例 有些人很难去接受 有些人很难去接受 因为他用了几十 古代的人的故事 所以我在讲这个 见他社美起信师之内 我特别附上一些现代的公案 其实老法师说呢 古人写这些故事呢 其实你冷静地观察现在的社会 你一对照就明白了 古人所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我们应当信守 自求多福 好 那么 最后呢 老法师勉励我们 他说修行呢 第一件大事就是 把我们贪恋的习气修正 修正我们盈利的行为 你就可以得健康长寿的果报 每一个人都喜欢健康长寿 那健康长寿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心地要清净 如果得到清净呢 寡意就清净了 欲望少 欲望降低 色意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财色名十岁 都要淡 一淡一好 一少一好 你最后得到的果报 是身心健康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呢 是要断淫义的 是要断血淫的 所以我们念佛人呢 一定要好好的 把这一点做好 啊 啊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